天氣越來越熱 要解身體的渴 許多民眾覺得白開水 沒有味道不好喝 有人會以茶帶水 不過平濟醫院泌尿科醫師 劉中信提醒 這是不正確的觀念 還是要適時補充水分 茶裡面大概富含有 500種以上的複合物 當然裡面這個複合物 對我們人體來講 是有好也有不好的 到底喝茶 能不能取代喝水 我個人的意見是 基本上是不可以 因為水還是人類 我們動物界裡面 最基本的一個元素 茶它富含的東西太多 我想只能當作 調剂我們日常生活 劉中信表示 茶會不會在人體形成結晶 是許多民眾擔心的事 也有很多文獻 在研究這個議題 不過正反兩面結果都有 大家會有這個疑慮 是因為一般的茶 含有超過500種以上的物質 其中也包含草酸 鈣跟草酸一樣 在腎小管裡面還是有機會會相遇 他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會變成一個相當穩定的結晶物質 所以它就會在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腎小管裡面 我們的這個腎小管裡面 形成結晶 結晶之後 它就會慢慢慢慢掉到我們的 急尿系統 那小結晶之後 它就會隨著尿液排到這個排尿 急尿系統 劉中信表示 草酸概約七成會有人體自行排出 剩餘的有可能經過血液循環後 在腎臟形成結晶體 然後也有可能從腎臟再排到其他 泌尿系統 形成不同器官的結石 不過會形成結石的原因 除了飲食 還有遺傳 環境 體重都是有可能影響 腎結石形成的因素 而且氣溫越高 結石的發生率也會提高 一是建議 預防泌尿系統結石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多喝白開水 就能降低罹患結石的機率 评论新聞 張榮 張志豪 采訪報導 文字幕志豪 文字幕志豪 文字幕志豪